而除了土地该发 还要来关系的是 公共市危险桥梁的问题 市医院洪秀景今天是特别指出 在大辽区后庄里的明星街 有一座40多年的危险桥梁 不只这个桥面不够宽 而且他还贴有告示 要过重的车辆千万别通过 因此他建议应该要尽快拆除重建 而公务局长杨明泽则表示 将会要求相关单位检测这座桥梁 若确定结构上有危险 一定会重新改建 秀出位于大辽区后庄里 明星街上的老旧桥梁 市医院洪秀景强调 这座桥梁已经有四五十年的历史 不只桥面不够宽 载重力也有疑虑 桥梁上甚至还贴有告示 要卡车别走这座桥梁 洪秀景说这摆明了告诉大家 这座桥梁根本是一座危险桥梁 你说叫卡车 你如果在地人几乎都会知道 你如果外地匆匆去摆的时候崩落的时候 这样归责任还是一样归属四四政府啊 你又贴一个告示牌 中车不要过去了 你前后矛盾在这里嘛 是不是 而对此公务局长杨明周则是解释 大高雄市有1300多座桥梁 这对这么庞大的桥梁树 原本就定有一套监测系统 不过对大辽区后庄里的老旧桥梁 还是会请养工处尽快前往检测 如果确定属于结构上有危险的桥梁 一定会拆除重建 还给用路人安全 港东新闻史富天夏秋卒采访报导 这道路人是眼前往检测的 根本不够的 我等于第一条 请允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